欢迎收看中家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树林警分局 为了加强训练警员 维护辖区的治安 安排了联合拦截围捕的实地演练 警匪双方对峙上演了街头追逐战 并且是丢职了震撼弹 演练的程度是力求逼真 吸引了大批民众驻逐围观 树林警分局日前执行联合拦截围捕的实地演练 演练的内容由警员假扮歹徒 抢劫树林区中正路的三多农会 歹徒对航员开了竖枪之后 抢走现金开车逃逸 警方获报后如何将歹徒逮捕的过程 树林分局副分局长 钱英华表示 演练每半年举行一次 可以帮助警员提升反应力与机动性 未来面对类似的案件 就能够临危不乱 因为为了要维护辖内的治安 所以我们每半年呢 会办理一次金融机构的防墙 围捕演练 目的呢就是要 增强同仁专业度 还有它的反应能力 还有它的熟悉能力 以维护我们辖内的一个治安 英雄好汉 英雄好汉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马上继续投降 马上继续投降 我们可以包你万全 假扮的抢匪沿街头窜 警员鹤枪实弹 身穿防弹背心 头戴钢灰 执行拦截 围捕攻剑的任务 为求逼真 警方在与歹徒对峙的过程 还丢纸的震撼弹也引起了民众的围观 我们这次拦截围捕的眼泪是我们警察局规划就是每半人会举行一次 然后我们会结合银行邮局还是融会他们有自主训练团体 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结合 然后加强民众对于我们的警方跟银行业者对于这个防抢观念的进步 这次演练的警力我们动用了我们分局五个派遗所 还有警备队 交通分队 就是一起组成联合打击一个部队 然后拦截围捕的演练 那另外我们为了求逼真还有像邢大商界的震撼弹 还有跟宝大借了我们的道具枪 以求演练的过程能够更加的逼真 我们演练从案发到拦截围捕点 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 就是以最实际的状况下去模拟 就是从歹徒逃逸的路段 然后每个拦截点拦截 然后到这个阻断点 然后总共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树林分局远景借此实景演练之后 希望能够在未来有重大刑案发生时 有效运用树林以及附近分局的警力 发挥勤务指挥管制的功能 及时追砌拦截罪犯迅速来破案 中家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道